前一天晚上,也就是4月8号,晚上11点多钟,那么这么一个嫌疑人夏摩,那么他是沿着村道一路拉了三辆车的车门,前两次分别拉了一辆轿车和一辆面貌车,都打开了,对,他都打开了,但是车里没有贵重物品,所以当时没有得逞,最后拉开了一辆保时捷卡,那么他当时拉开车门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车门, 那个储物槽里面有个钱包,那么打开之后,那最后一次得逞了。 当时夜里这一幕都被监控拍了下来,不过光线太暗,看不清嫌疑人的面貌。 然后后面是通过监控追踪,加上我们前期的这么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,通过他的这么一个步伐啊,背影啊,我们就判断出这么一个嫌疑人身份信息了。 通过步伐背影就判断出来了?是的。 哇,火眼睛睛啊,那说明跟这个人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? 是的,这个人,光我们这么一个派出所,与他近一两年打交道就已经不下三次了。 案发地点在同兴社区通往黄阳社区的村道上,一到晚上,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,民警在接到报警后三个小时不到,就抓获了嫌疑人夏某。 当时夏某偷的现金还揣在兜里,一分钱都还没来得及花出去。 我们跟杭州先看检骄派出的,是不是已经抓紧不知道? 是的。 什么时间? 对。 透了几次? 昨天晚上三个车。 昨天晚上抽了三个车了? 嗯。 怎么拖的? 拉车门。 拉车门啊? 这里钱都出来了? 嗯。 这里钱都出来了? 嗯。 主教给你啊? 嗯。 六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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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千块六百六百六千块六百六千块了啊。 警方介绍夏某作案手法单一,就是夜里出来晃悠,把车辆的车门都拉下来,遇到粗心的车主忘记锁车门,夏某就顺手牵阳。 目前夏某因盗窃被行政拘留12天 在此警方也是提醒各位 各位车主在离开车子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车窗锁好 帮着自己的贵重物品 给这些小偷可乘之机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